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囉 大家好 這次的話我們來試玩這款遊戲 6月23號上架的 蛋蛋特攻隊 小雞雞特攻隊 戰場就是我們的舞台 我們選女生好了 這個之前好像就有出過對不對 思想好像有出過 就是蛋蛋堂那一場 惡魔女王 敲出能源核心中止 不然 就對你不客氣了 不然 就對你不客氣了 哎呀 怎麼把妹子打成這樣 27萬的傷害啊 感受一下惡魔之力吧 這個 這個妹子好可愛喔 逆辣椒管你先走 我斷後 那女的包是誰 挺可愛的 嘿嘿嘿 李宗的時候到了 請 請跟著手指指印操作喔 按住 喔喔喔喔喔 這樣就移動了 好可愛喔 請 請跟著手指指印操作喔 欸 按住POWER不放 蓄力到綠色區 請 請跟著手指指印操作喔 欸 按住POWER不放 蓄力到綠色區域紅松手 完成操射 消滅不到 唉呦 它這種的 比較好抓作喔 摔兒 他不是用那種彈道虛線型的 按住向上按鈕不放 將設計角度 反正操一張 Central 放开攻击 我会玩 这样子我要解锁新技能 如果你以前没有玩过这款游戏的话 还是可以下载这款游戏来玩看看 穿我的名字了 很高兴认识你有事 追究恶魔天使的任务就交给你了 好一只一关卡 现在一样是新手教学 你这么讨厌吗 幸好有那么可爱的妹子 很厉害吧 POWER 放开 我这样子有刚刚好吗 好像没有 我太早放了 请跟着手指绝力操作 他说 诶 赢了耶 这种不是虚线的 其实 在操作部分啊 难度就相对的降低很多 如果是用虚线那种的话 你要秒准 那个大概就是有一些难度 好 我就完成一个任务了 按叉叉 那今 這個禮拜 當五連假 他還有那個 造型 好可愛喔 怎麼辦 我要課金了 為了女王大人 兄弟們上 為了女王大人 兄弟們上 請問 你們是蘑菇嗎 好吧 現在用這個 哇 還不錯耶 整體做的相當富有趣味性與幽默性 這款遊戲很適合你打完傳說對決的時候 你就來玩這款遊戲 你的心靈 會回歸於 那種平淡 開心 沒有任何情緒的波動 請 請跟著手指指引操作喔 角色 請 請跟著手指指引操作喔 欸 他這就戴墨劍的喔 就倒下嘴 哈哈哈哈 他這個樣子看起來很有喜感喔 其實這個 女玩家也蠻適合玩的啊 可以放大招了 他這裏 請 他這裏怎麼應該一光 請 請跟著手指指指引操作喔 欸 真的欸 可以放大招了 要贏了一場啊 欸 還不錯阿 真的好玩 那我們來看一下他這個遊戲有什麼特色好了 等一下阿 現在拿寶箱 他這種應該沒有自動戰鬥吧 作戰套裝 可以進階 1-4 為了我的族人,我不能讓你通過 那就出手吧!我也有我的使命! 他的禁忌是沒有輔助線耶 3-3,2-2,1-1,這種多種對戰模式 3分鐘一舉 請跟著手指指引操作喔 誒,怎麼射紙飛機啊? 射下去我就飛到其他地方去了 我是要打誰啊? 好吧 請跟著手指指引操作喔 精靈之光 精靈之光 哦,你再往上的時候,這裡有綠色的 中! 哈哈,飛過去這邊 按了可以取消吧,剛剛忘了取消了 整體操作相當簡單喔 哇,我只能往前嗎? 往前可以嗎? 這樣子百分之百會中吧 我們來試一下喔 我這樣子直接拉到70好了 對,隨便打到中耶 精靈之光 像這個,他打尾是什麼? 也是百分之百中 這遊戲還有戀人、師徒、好友系統 也可以展開一場隆重的婚禮 師徒相練 解鎖、頂級稱號 啊,最主要就是 在特色部分 我覺得戀人系統吧 有婚禮啊 還有時裝 時裝做得還不錯 可愛滿分 連續登錄兩天送超強武器喔 然後登錄五天送 新美視頻 登錄第七天啊 還送你實裝喔 這款遊戲 怎麼還在新手導引呢 我已經升到六等了耶 開啟了競技場了 總算進來首頁了 請跟著手指指印操作喔 新手教寫倒是挺長的 新手教寫倒是挺長的 老遊戲都這樣 沒辦法啊 來,對戰了 可以給他一個 出案嗎 欸? 欸? 這迷旋 有人在世界聊天講可以刪了 真的假的啊 真的假的啊 不要這樣子 不好玩 我覺得 哇 怎麼會在世界聊天講這樣 看這 來,我們近距離 volte... 等一下 影片 讚 注意 上方 因为我太强了 你看我那个你看我那个墨镜 不过迷人啊 他已经沦为我的阶下球了 好我现在军险呢 近身 可以不要再新手导演了吗 任务联取 这什么提升到下市 我靠腰位有荡掉耶 我闪着 比克里 翅膀 诶有翅膀了耶 请 请跟着手指指引操作 所以最主要都是匹配战斗 我可以取消匹配吗 可以耶 请 请跟 请 啊 请 请跟着手指指引操作 这个 这个 新手交给太农场了 我觉得 最大的缺点 那么农场 我可以投降吗 退出战斗 驾当时 participants 我有攻击 ups 啊 啊 他射什麼啊,他根本沒射準啊,老大 我要讓你死 你變當了啊,你還沒死啊 他總算射中了,他打我不會痛啊 這看起來比較像電腦場 他連那些字體都看起來比較像早期的 玩這款遊戲如果你有什麼想法的話也可以在留言區分享給我們 這新手教學太容易了,玩了十幾分鐘還在經手教學,很大 你看最簡單的那個任務啊,領取任務那個也要新手教學 請跟著手指指引 好吧,那我就停到這裡好了 新手教練真的太長了,你知道嗎? 我再玩下去我可能會睡著 遊戲就示範到這裡,大家掰掰 再見 不要停